我是柯文哲 我在品觀點 那最近看你常常就是情緒比較高昂一點 請問你上一次生氣是什麼時候 又是為了什麼 最近一次 不知道 我常常講說我已經比以前好多了 我以前在台大當醫生的時候更糟糕了 我說你們有沒有看過日劇那個白色劇塔 有 東教授回診 我以前也是那樣 財前教授回診 多威風 我以前媽更兇 現在到 所以我當市長前半年 我還罵都罵些 現在越罵越少 不過最近一次罵是 為了那個 動物園前面那個討論那一件事情 花了一千一百萬 最後跟我講說那塊地是要蓋那個 那個南環線跟那個文虎線交叉的 車站的位置 我說你如果這個地方蓋車站 你要早說嘛 我們規劃案花了一千一百萬 然後跟我說說是那個是捷運車站 後來 那我那一天就砸東西 我說不是啦 我覺得常常公務員不會用國家的錢 你要把它當作用自己的錢 不是這樣 這樣開機 然後每個都好像不干他的事 我就很生氣了 三個形容詞來形容自己 你會用哪一些來形容自己 形容詞 那我以前說要 沒有 柯文哲是三個人的混合體嘛 就技工雍正跟那個 仁義嘛 就三個人 我還是一個很好的醫生啦 以前啦 仁義 還是一個 我以前當醫生的時候還不錯 可是老實講 有時候我還是很冷酷 因為 這個這也不能 這也不要去避諱 因為 我覺得在媒體他很喜歡 去醜化 小醜化 柯文哲 叫醜化 不是那個 醜 沒醜的醜 是小醜的醜 他們很喜歡在批圖 比方說1450的網軍 很喜歡去批圖 醜化 柯文哲 笑的時候 鼻子都 捲在一起 可是他們 可是有一點 有一點是這樣 不管你怎麼醜化他 他是台大醫學院外科教授 他是國考第一名 你想怎樣 所以他還是平常 在必要的時候 他還是很聰明 他還是 所以老實講 我覺得 其實我那種 情婚 你知道 那種做事 對啊 我覺得我們當年在 我在台大當醫生的時候 一個人 你說我們有 SCI 有200多篇論文 就是國際論文 200多篇 然後可以 可以當他外科教授 還是有他一定的水準 所以有時候 他那個個性就是 很嚴厲 但是有時候又很搞笑 就被弄 所以他是技工 雍真跟醫生 三個混合體 混合體 混合體 那現在網紅當道 市長有沒有想說 考慮下一個 合作的網紅對象 現在網紅多少錢 沒有 網紅是這樣 有空 有機會 有機會就 不要收費 我都可以去 聽說那個不是收100萬 沒有啦 那個是這樣 其實我知道 我倒覺得這樣 我都想好了 如果明天 明天他們硬是要追這一條 我就說那這樣好了 比照MG49 我就公布我這一年來 所有跟網紅上的 欺負 我出多少錢 來下一步 蔡英文換你公布 他一定跑掉了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有時候他們常常要 要放狗搖的人 你要是真的好不好 你要放狗搖 那我就亮出刀子 保證那隻狗跑掉 我來 然後 麻煩了 到一陣子 再繼續